大家好 今天我们聊一下 一个闲聊 一个遐想 就是说 改变目前的 医生的培养 体制 现在我们培养一个医生 要花好多年 大学毕业 总共医生要花七年 甚至六年七年 还要实习 还要考医师资格 我知道 有些在医院里的医生 他没有考到医师资格 他只能挂名挂在别的 医师下面 因为医师 这个证很难考 有的人也一直考不出来 因此 都是增加了培养 一个医生的成本 培养一个医生 读大学 要六年七年 医学院 毕业 然后还要再实习 还要考什么医师资格 因为这个门槛 太高了 太难了 所以医生就很少 医生就培养的很少 所以医生少 所以我们才会 这个医疗的价格 看病 做手术这么贵 就是因为人才太少 那么人才太少 因为现在一般都是通行的 这种做法 都是要去医学院 上好几年 其实是不是一定需要这样呢 也不一定的 我们以前有这个叫赤脚医生 其实是很简单 自己稍微学一下 就可以开始干了 因此我觉得 我们这个医疗 医生的培养的制度 可以做一个变革和改革 将来让医生培养的更加快一点 不要那么什么六年七年 半年就能培养一个 半年就能培养一个 那么要怎么一个变革法呢 能不能 我也想到以前 以前在我们有这个叫学徒 以前就是学徒 不管是在药房啊 找医生啊 还是做什么手工艺人啊 或者医生啊 他都有学徒跟班 比如说 南部的制造 一个大师傅 大师傅呢他会 然后呢 他手下跟了几个小的学徒 这个学徒跟着大师傅学 学个两三年 看着他做 那么医生我觉得也可以啊 这个大的医生 已经是医生的这个大师傅 他在开刀的时候 两三个小学徒就在边上看 天天看天天看 看边看有时候再给他讲解啊 手把手的交 从实践入手 不要去先去读书 读一大堆的书 读一大堆的医学知识 就是装在肚子里 其实是 有些很多是浪费的 并不一定用得到 而且 我们像这个 特斯拉汽车 苹果手机 甚至造这个火箭 它里面有几百万个零件 它并不是整个手机 整个特斯拉汽车 或者说 整个这个火箭上面的所有东西 都是一个公司生产 它是有不同的公司生产 把它组合在一起的 那么我们医生是不是也可以借钱这样的制度 比如说 一个人 他的这个肝脏 或者胃脏 长了一个癌症 长了一个肿瘤了 要把它切除 那么我们这个 就可以不只是一个医生来做的 我们跟好几个医生合起来 比如说 有的医生是专门做诊断的 我就诊断 看你的影像 看这里 诊断 你确定是不是癌症 是什么癌症 有的是专门做诊断 做诊断之后呢 然后呢 再决定 这个是可以切除 做诊断是一个医生 然后切除是一个医生 那么这个切除的医生 他只管切除肿瘤 他别的不管 那么 还有医生说 专门是开膛破肚的 这个医生 就是说 他在你把你胸口拿个口子 把它开膛 这个医生呢 他只会开膛 然后另外的医生 他只会把它缝合 我是专门做缝合的 你们弄好之后 我就把你缝起来 我别的都不管 通过这样子 像这种流水线这种操作啊 不同的医生 只负责一件事情 开膛的 只负责把这个口子拿开 切肿瘤的 只负责把肿瘤切掉 缝合的 只负责把它缝上去 做诊断的 只负责诊断 这个癌症到底在哪里 癌细胞在哪里 来定位 专门做定位 做手术后期 这个辅助治疗的 手术后期的化疗的呢 就专门做化疗 就是说 把这整个一个 比如说 癌症的这个治疗 把它分成六七个医生 不同的专业医生 专门来针对 那么 那么像这样的话 那么每一个医生 他后面都有几个学徒 比如说 做开膛破肚的 这个医生 他只负责把你这个 你要看哪儿 我就给你看哪儿 我要切这里 拿个口子 他只负责拿口子 那么他的学徒 也只会拿口子 把你拿开来 他的学徒 也只要学这一件事情 不需要学其他的 那么 有的医生 他专门负责诊断的 看这个X光片 看这个CT 他说 我一看 这里有癌细胞 那里有癌细胞 那么他的学徒 也只负责一件事情 就是说看 跟这个医生学 怎么看这个CT X光片 有的医生 是专门负责 做化疗的 那么他的这个学徒 也是只负责做一件事情 就学 怎么化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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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 就分分别了 不同的医生 只做一件事情 这个学徒呢 跟了半年 一年之后 他就可以自己上手了 那么你说 这个专业知识 要不要学呢 专业知识可以学 专业知识自学 就是这个医生 这个老师 或者说自己到网上去找啊 这个化疗化疗的专业知识 你要学 你是化疗了 你要学自己学 专业的知识 理论知识自己去学 师傅只是带你实践的过程中 给你指点一下 然后自己 下班之后自己学 或者说回家自己学 学了之后 那么 你结合这个专业知识 以及结合啊 这个师傅 在在临床上啊 给你实践指导 这样的话呢 你这个这个 他就不需要去上这个医学院 上个六年七年 不需要 他只要跟着这个师傅 他学 学比如说切肿瘤 他这个他就只学切肿瘤 他别的都不学 他比如说 我是专门负责切 胃上面的肿瘤的 他就只负责切胃上肿瘤 他别的一怪不管 我这个医生 我只负责切肝上的肿瘤 那么他的学徒 也是只负责切肝上的肿瘤 其他的我都不管 那就是说 把这个医疗这个做手术 也把它分成几十种 几百种 这个小的分类 每一个医生 以及这个医生的学徒 只负责做这么一些小事情 就是这样 分类 分类之后呢 降低了整个这个成本 那么 你说要汇总的时候呢 也有一个医生 比如说他是比较高级的医生 他是可以汇总的 可以把各种知识汇总起来 那么 那么他的学徒 也是可以学这种汇总的知识 就是说 这样子就更加在实践上更加需要 然后 这样的呢 也不需要国家有医师执照 国家有医师执照呢 其实是增加了这个医生的这个门槛 只要这个师傅说 诶 你这个学徒 你可以自己独当一面了 好 这个学徒自己就开始 比如说 开刀 那么这个师傅就在边上看着 诶 看着他开 然后有不对的地方 赶紧可以纠正 可以纠正 可以指导 现场指导 那么这样子 当然这个师傅 要对这个学徒的 也要负责的 不是随便可以开 那刚开始的时候可以说 你先弄个猪给你开一下 弄个牛给你开一下 或者说说师傅弄了差不多了 再让这个学徒在边上打打手 那么在这个学徒 比如在半年之内 这个师傅要对学徒也要负责 学徒做错了 这个师傅也要承担责任 学徒赚的钱 要分给师傅 要学徒独当一面赚的钱 给师傅要分一半 或者说在两年之内要分一半 或者怎么样 那么这样子 这个师傅 他也有这个动力去带学徒 我带一个学徒 这个学徒在一年之内 或者在两年之内挣的钱 有一半都是给我的 我带两个学徒 那么就等于 这个收入就很好了 对吧 这个师傅也有这个动力去带学徒 学徒也愿意学 学徒跟着师傅 学两年之后 他就可以独当一面了 然后他也可以去带新的学徒 这样子 就通过这种学徒的智 来这个传承 不需要国家考试 国家考试有时候只是增加这个门槛 那么 针对目前这个全世界的现状来讲的 全世界基本上现在 都是有国家考试 国家颁发这个医师资格 那么也有一些比较落后的地区 可能比如说在非洲啊 在一些很很穷很落后的一些地区 他们还没有建立这种医生的制度 那么这些地方 或许可以去尝试 去投一个医院 然后用这种学徒的这种模式 来培养新的医生 因为他们那里还没有建立这种 现代医学完整的这种什么医师资格呀 什么论证啊 什么考试啊还没有 所以呢在那里可以 以这种比较原始的这种学徒的模式 一个带一个一个带一个 这也是一种 通过这种方式 主要目的就是要 增加这个医生 增加这个难度 不要让这个做手术看病 变得很难很难 我们把它把一个整个手术把它切分成 落干个过程 落干个小的模块 每个医生只负责一个模块 开刀的只负责开刀 切肝脏肿瘤的只负责切肝脏肿瘤 切胃里的肿瘤的只负责切胃里的肿瘤 每个医生只负责一个最简单的小事情 然后不同的医生把它汇总起来 就完成一个完整的对病人的一个治疗的这么一个任务 包括这个手术 这是我一个狭想想到的这么一个问题 就是说现在这个医疗的这个价格费用非常高 主要就是因为这个医生 生产一个医生 太费成本成本太高 如果像这个学徒一样 可以一个带一个一个带一个 也不需要什么考试 这个师傅认为你可以读当一面了 就可以先让你自己先撕撕手 撕了手 觉得可以了就可以 就像过去这种学徒的这种这种模式 在一些落后的 还没有现在医疗制度的一些非洲啊 一些国家 也有些穷的国家 可以先用这种模式去试试看 今天这是我的一个想想法 就跟大家聊一下 你如果也有这个种 有兴趣的也可以跟我来多聊聊 来吧 你明天不见解 对 好 有